天气越来越热了 吃饭没胃口的时候 可以像我这样做到番茄滑肉汤 酸爽开胃特别好喝 两块的里脊肉改刀切成片 放一点盐 少许生抽 抓拌均匀腌制一下 空碗中加两勺红薯粉 加入60度的温水 搅拌均匀 调成像我这样的糊 倒在腌好的肉片上 抓拌一下 让每片肉都裹上淀粉 锅中水微微冒泡泡下入肉片 定型后轻轻搅动一下 煮至变色捞出备用 另起锅下葱姜蒜 去皮的西红柿 一小勺盐 翻炒出西红柿的汤汁 倒入一碗开水 调味加生抽 少许鸡精 放点金针菇 娃娃菜 放上肉片煮几分钟 最后撒一点小葱花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肉片滑嫩又好吃 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